面对完全陌生的道路 刚摘下眼罩不久的驾驶员 第一时间比照地图 制定行驶路线 主要就难在 我们对路况的不熟悉 又看不见道路 还有作战时间的限制 作为驾驶班班长 心理压力就会非常大 在闭窗驾驶的情况下 驾驶员只能通过前望镜 观察9米外 2米多宽的一小块路面 所有的操作都需要提前预判 这次的行径路况复杂多样 一面是山 一面是陡坡 还伴随着无数个急弯 正常行驶下 稍有不慎都有可能出现事故 行驶在蜿蜒的盘山路上 驾驶员还要保持平均时速 在30公里以上 才能按时抵达15公里外目的地 这样的训练 不仅要求驾驶员们 要有过硬的驾驶技能 还要有高度的关注力 和准确的判断力 更需要他们胆大心细 勇敢无畏